今年憲法針對原住民身份法實現 原母和父通婚後生下的子女 跨越姓氏榜身份門檻 直接取得原民身份 相關機關要在兩年內完成修法 17號民間團體召開 身份法實現座談會 卻是從優惠措施的差異性設計中表示 恢復傳統名字來取得原民身份 最有可能在兩年內完成修法設計 你願意用傳統名字 我們給你更多的優惠差異 這個時候重新可以再被討論 你有沒有重新 跟你有沒有原住民身份是沒有關係 就是你還是有原住民身份 可是你的優惠可以被差異化 這個是我們現階段在兩年之內 可以設計跟執行的部分 儘管擁有了原住民身份 至於部落族人的身份認定 泰雅族人也分享自身在部落的觀察 表示部落長者對部落成員的認定 重視個人投入部落事務的程度 空間跟認定就是我在我成長之後 我的母語的學習 我會不會說母語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那是一個最大的認同度 然後第二個認同度是 你的名字 即便你是使用它 你慢名的 還是平常的稱呼 都還是用泰雅族的名字 他還是覺得你有認同 談到部落成員認定 目前交由部落會議進次討論 不過學者也提到 可能需要部落公法人和國家形成對話的空間 不過回頭來看 目前部落公法人的相關辦法仍未完備 即使在原機法裡面 已經確認部落作為公法人的這樣的一個身份 但是實際上還沒有辦法落地 那這對於未來要去做 如果要去主張做原住民的這個身份的認定 由部落這一端 由下而上來進行的話 那會是一個制度上還存在的一個缺口 部落會議的這個部落成員認定 目前是還是看涉及的 就是說是哪一個村的哪幾林這樣子 也是以地域性的方式 如果不是在原鄉地區有部落核定的族人 他可能繼續生活涉及在都市 或者是他是因為災難的考量 前村就是前部落等等的這樣的 或者是河岸部落等等議題 然後他們就不是現在原民會核定的 700多個部落其中一個 原住民身份法修法期限到113年4月1號 民進團體也將繼續深入部落舉辦座談會 讓更多原民族人瞭解事件相關內容 一起參與部落成員身份認定機制的討論 有的新聞給亮許家榮新主事採訪報導 也會越來越來越來越遠! 以上運轉開始